小伙拥有神秘卷轴项链 开启神迹透视眼 他将会如何改写自己的极品人生 此时面对徐老的友谊结交 夏天自然是欣然同意的 这在这时一辆黑车直接停在了他们的身旁 随即从车上突然窜出了四五个黑衣人 回首的鼻环男下车后直接走向了夏天 他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夏天带回去 而原因便是不久前在江海市医院 他家的小少爷徐绍聪因为坏肚子 已经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 卫生间外徐复询问医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但医生很无奈地告诉他 徐绍聪根本没法做检查 他连半分钟都坚持不了 刚才都拉在检查室了 不过他们倒是排除了药物因素的作用 有下属告诉徐复 徐绍聪在学校和夏天发生过矛盾 而且夏天也说过让徐绍聪回去小心拉肚子 所以鼻环男现在就是奉了徐复的命来抓夏天回去 你 跟我走一趟 跟你走 你是谁啊 小心点 他是徐绍华的贴身护卫阿三 厉害得很 你是怎么招惹上他的 看在你是徐老板亲叔叔的面上 放你一马 你别插手 就不会有事 结果还是你亲切 这位小兄弟是我的朋友 有我在这儿 你就动不了他 徐老说完连忙让手下将夏天护在了中间 可他们哪里是这帮人的对手 鼻环男阿三看着这帮乌合之众露出了一个不懈的笑话 只听砰砰数个响声后 徐老的手下已经全部被打废了 徐老赶紧上前呵斥阿三 让他别仗着徐庆华撑腰就乱来 阿三直接无视了在徐家被夺了拳的徐老 转头便吩咐手下打手将夏天带走 夏天看着挡在他身前的两个打手 自是不能坐以待遇 只见他双手分别抓住两人一边的肩膀 他双臂一个用力已将两个打手轻松甩飞 这一幕倒是超出了阿三的预料 就连徐老也没想到夏天小小龙几竟有这样的身手 现在他要把我带走吗 最好能把他吓唬走 这人的水平看起来不一般啊 身手不错 可惜还是嫩了点 阿三觉得夏天这路数很是熟悉 不禁追问他和犯追风是什么关系 夏天自然不能告诉他自己是偷学的犯狼 他只能摆服了气势奋力一战 既然如此就莫怪我下狠手了 事已至此 听吧 不管打不打得过 这口气不能输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三个戴着奇怪黑色面具的人叫住了迷环的阿三 阿三回头一看心中大惊 他没想到来者竟然是杀手组织流沙的人 既然知道我们是谁 就赶紧离开吧 我们找这个叫夏天的人有钥匙 老爷命令我把这个小子带回去 要不你们开个价吧 不好意思 交易不成立 夏天是组长点灭药的人 阿三心中清楚流沙的人他得罪不起 一旦招惹便是不死不休的暗杀 阿三自认倒霉的催了一口 今天他不认栽都不行了 夏天看着阿三直接叫起手下离去心中被等 而另一边流沙的人已经向他走来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夏天 我们要一件东西 是你父亲留给你的遗物 夏天心头一震 父亲的遗物